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丹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话题是 坐飞机去旅行 这个星期,我和家人决定去日本旅行 从巴黎到日本直飞 需要将近12个小时 直飞的意思就是从巴黎直接飞到日本 中间没有停留 将近12个小时的意思就是快12个小时 比如我们飞了11个小时50分钟 我可以说快12个小时 或者将近12个小时 出发前的第一件事 打包行李 我带了几件衣服裤子 还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照相机 因为是出国旅行 一定不要忘了带护照 护照非常重要 去有些国家旅行 你还需要签证 我和家人提前两小时到达机场 记得要说两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而不是二小时 但是飞机不能按时起飞 我们已经在候机厅 我们已经在候机厅等了两个小时 现在终于可以登机了 登机的意思就是登上飞机 上飞机 我坐在靠窗口的位置 我喜欢窗口的位置 只是想上卫生间的时候不太方便 系好安全带 飞机要起飞了 如果你买了商务舱或者头等舱 你的椅子还可以放平 这样你可以好好睡一觉 当你买机票的时候 通常可以买到三种机票 头等舱 商务舱 和经纪舱 头等舱的机票非常贵 商务舱也比较贵 经纪舱的机票一般不太贵 现在是午餐时间 今天的午餐是蔬菜沙拉 鸡肉米饭配蔬菜 水果蛋糕 饮料有各种果汁 红酒 啤酒 和香槟 吃完午饭 我有点困了 我想我最好睡一会儿 我睡醒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现在是早上五点钟 我们已经飞行了十一个小时 很快就要到日本了 飞机正在降落 这个时候 空乘要求我们系好安全带 打开遮光板 调直座椅靠背 飞机落地了 我们要下飞机了 没等多长时间 我们的行李也到了 我们拖着行李走出机场 我的一个日本朋友 来机场接我们去他家 我太高兴了 我们的日本旅行开始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丹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我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闹铃响了 我该起床了 起床后 我穿好衣服 早饭你吃的什么 今天早上 我喝了一杯牛奶 吃了一些麦片和水果 吃完早饭 我来到洗手间 刷牙 然后背上书包 出门了 我每天走路上学 我每天走路上学 我在学校门口 遇到我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走进学校 现在开始上课了 现在是中午了 我和我的朋友 在学校的食堂 吃午饭 课间的时候 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在操场上 做游戏 放学了 我到家了 现在我要写作业 我大概花一个小时 完成我的作业 写完作业 我会先看一会儿电视 我和家人 一起吃晚餐 我喜欢睡觉前 看一会儿书 看完书以后 再去洗澡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我要睡觉了 晚安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丹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夏天 这个夏天 你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和谁一起呢 这是哪里 这里是海边的沙滩 海边的沙滩 你们在哪里 我们在海边的沙滩上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用沙子堆成宝 沙子 白色的沙子 成宝 成宝 我们在沙滩的沙滩 我们在哪儿 在沙滩上 做什么 用沙子堆成宝 爬山 你和谁一起去爬山 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爬山 你和你的朋友 一起去做什么 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爬山 我去游泳池 游泳 我和爸爸妈妈 一起去游泳池 游泳 我们还参观了 城堡 你和谁 一起参观了城堡 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参观了城堡 或者我和爸爸妈妈 一起参观了城堡 现在请大家拿出 纸和笔 让我们一起来写字吧 今天我们要写的汉字是 沙 沙 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沙字 sable sand 沙这个字的左边 有三点水 表示水 沙这个字的右半边 念少 多少的少 所以沙这个字 是左右结构 左边是三点水 右边是少 沙 这个字念 沙 现在请大家跟着屏幕 一起写一遍 沙 点点提 竖 撇 点 撇 然后不看屏幕 试着自己写一遍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的汉字作业是 请书写五个汉字 五个汉字 沙 在下次上课的时候 交给我 好了 再见 你昨晚睡得好吗 我昨晚没睡好 因为我一直咳嗽 我给你倒了一杯蜂蜜水 热的蜂蜜水可以缓解咳嗽 快喝了吧 有你在身边真是太好了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做一杯热的蜂蜜柠檬水 首先我需要一个案板 然后我需要一把刀和一个小碟子 现在我们来切柠檬 我需要切两三片柠檬就够了 我切了一片柠檬 然后又切了一片柠檬 再切一片柠檬 好了 我切好了三片柠檬 把它们放到小碟子里 现在我需要一个杯子 一些蜂蜜 和一个勺子 我拧开盖子 用勺子瓦了一小勺蜂蜜 然后把蜂蜜放到杯子里 然后把蜂蜜瓶的盖子盖上 我把一片柠檬放进杯子里 现在我倒进热水 我没有倒很多热水 我只倒了半杯热水 然后开始搅拌 直到蜂蜜融化 当你咳嗽或者感冒的时候 热的蜂蜜柠檬水 可以缓解咳嗽 好了 我的蜂蜜柠檬水 做好了 这是什么 我有几副墨镜 我有几副墨镜 一副墨镜 我有几副眼镜 我有一副眼镜 一副眼镜 一副墨镜 一副眼镜 我有一副墨镜 一副眼镜 这是什么 这是耳环 耳朵 耳环 耳环 我有一副耳环 一二 一副耳环 这是一个耳环 这是一副耳环 一副耳环 我有一副耳环 你也可以说 我有一对耳环 一对耳环 我有一对耳环 这是什么 这是一条项链 一条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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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一条围巾 一条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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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一条皮带 这是一条皮带 一条皮带 一条围巾 一条围巾 一条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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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长的东西 像这种 都可以说条 一条项链 一条围巾 一条皮带 这是什么 这是一块手表 这是一块手表 你也可以说 一只手表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头盔 这是一个头盔 这是什么头盔 这是自行车头盔 自行车头盔 现在 我戴上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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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戴上耳环 耳环 我戴上耳环 现在 我戴上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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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戴上围巾 哦 现在我戴上 皮带 现在 我戴上皮带 现在我戴上皮带 还要戴什么呢 现在 我戴上 墨镜 现在 现在 我戴上 墨镜 戴上墨镜 最后 我戴上 自行车头盔 哦 现在 我戴上 我戴上 自行车头盔 我戴上 自行车头盔 其实 非常不舒服 因为有耳环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中文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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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中文怎么说? 这个用中文怎么说? 用中文怎么说? 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句子是 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几号? 号这个字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 字典 Dictionary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 你会发现 号的第一个意思是表示 号码 号码 号码的意思就是number 比如电话号码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我的手机号码是13197864457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也可以说 房间号码 room number 你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我的房间号码是201 我的房间号码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来回答 手机号码 或者房间号码的话 请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在上面这个视频中 我向大家解释了 怎么正确的 怎么正确回答电话号码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号 不是号码的意思 而是 几月 几月 几日 今天是几号的意思 是表示 今天是几月 几日 那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我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麻烦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 今天是几月几日 因为 几月几日 是用于 书写 几月几号 是用于 口头表达 一个是 口语 一个是 书面语 我们在生活中 会经常填写各种表格 表格 form 请您填写一下 这张表格好吗 填写表格 我们在填写表格的时候 需要填写名字 有name 还有日期 日期就要填写 年 月 日 比如今天是 2020年 九月 三日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 书面语 什么是书面语 书面语的意思 就是 书写下来的语言 什么时候 会用到书面语呢 比如 我们在商业场景中 常常需要阅读各种合同 合同 contract 在阅读完合同之后 我们还需要 你还需要签下自己的名字 sign your name 签你的名字 然后签上日期 sign the date 比如中文要写 2020年 几月 几日 今天是9月3日 所以我签 2020年 9月3日 当你听到有人问你 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几号 你要回答 今天是9月3号 今天是9月3号 刚才我们和大家对比了 几月几号和几月几日的区别 下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地方我们会用到几号呢 比如我可以问 你几号开学 我们9月1号开学 你几号去美国 我9月4号去美国 还有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几号呢 我也可以这么问 你的飞机是几号 我知道我的朋友要出发了 他会坐飞机去美国 所以我会问他 你的飞机是几号 我可以去飞机场送你 你的飞机是几号 我问的不是 What's the number of your airplane 不是这个意思 我问的是 你的飞机几月几号出发 几月几号去飞 所以当别人想问你 什么时候离开的时候 而且你是坐飞机离开 大家可能会问你 你的飞机是几号 如果你坐火车呢 你的火车是几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短的 短的句子 在口语当中经常遇到 有的人可能会问 我想知道你的seat number 座位号码 火车的或者汽车的 或者飞机的 我怎么问呢 你可以说 你的座位号码是多少 你的座位号码是多少 座位号码 座位号码 希望这个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要问大家的是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请在留言区留言给我 我的生日是10月10号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们下次再见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 那些骗女人的鬼话 谁骗女人 不是男人骗女人 也不是丈夫骗女人 而是商家骗女人 什么是商家 商家 商就是商人 或者商业 business commercial 商 家的意思就是机构 或者公司 商家 我不知道你在购物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跟你说 女人就应该保持年轻 你应该懂得照顾自己 所以你需要这款面霜 这款面霜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白皙 像18岁一样年轻 它可是欧洲的大品牌 大牌子 你值得拥有 虽然有点贵 买了它吧 再或者 女人就应该懂得美 你值得拥有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 年轻是很短暂的 虽然这条裙子有点贵 但是穿上它 可以让你变成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你还是买了它吧 又或者 女人就应该懂得为自己投资 所以你值得拥有那些最昂贵的 最漂亮的珠宝 配你实在是太完美了 买了它吧 我发现做女人真的很难 所以有很长时间 当我没有穿新衣服 没有带漂亮的首饰 或者没有给自己买最贵的化妆品的时候 我会有点愧疚 我会有点 我会有点担心 我是不是没有照顾好我自己 可是慢慢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意识到 照顾好自己的意思 不是穿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 不是戴最昂贵的珠宝 也不是买最大品牌 现在最热销的护肤品 照顾好自己的意思是 懂得自己的需求 比如 当我累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需要好好休息一会儿 比如喝一杯水 而不是喝那些 有刺激性的饮料 有的时候 我需要独处一会儿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所以大量的时间 都在用于照顾他们 或者忙工作 有的时候 我真的需要有那么一个小时 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找一个地方 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拍中文视频 或者画画 或者写一些文字 或者看书 总之做那些自己最喜欢的 让自己高兴的事情 现在我来给大家解释几个词汇 第一个词汇 第一个词汇是 鬼话 鬼是什么意思 鬼 鬼话 意思是不要相信他那些骗人的话 第二个词 商家 商家的意思 其实就是卖家 卖东西的人 或者卖东西的机构 或者是公司 卖家 我们可以说 现在有很多商家 都有自己的网店 在商业当中 我们经常会说到 卖家和买家 卖家就是卖东西的人 买家就是买东西的人 比如我去买东西 那我就是买家 如果我去卖东西 买珠宝 买衣服 如果我去卖东西 如果我去卖东西 那么我就是卖家 买家 我们公司最大的买家 是美国的ABC公司 其实意思是说 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 client 我们公司最大的客户 是美国的ABC公司 下一个词 愧疚 愧疚是一个动作吗 愧疚是一种感觉 就像高兴 生气 害怕 紧张 愧疚 比如你做了一件错事 不对的事情 你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 你可以说 我很愧疚 我感到很愧疚 如果你对某个人很愧疚 你可以说 我对我的孩子 很愧疚 为什么 因为我平时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陪他们 所以我对我的孩子 很愧疚 你也可以说 我对我的朋友很愧疚 因为 我那天 不应该那么说他 接下来 我们要解释的词 是投资 投资这个词 既可以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 比如我可以说 你觉得投资什么最赚钱 投资什么最赚钱 投资房产 投资石油 投资股票 投资 投资的意思就是invest 投资 那如果投资做名词的时候 investment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 教育是一种投资 投资是什么意思呢 投资的意思是表示你做一件事情 带来更大的价值 就是投资 现在我把问题留给大家 你觉得 怎么做 才算照顾好自己呢 我们下节课再见 Hi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 和游泳有关的表达 游泳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在做什么 我在游泳 也可以这么游对吗 游泳我在游泳 你会游泳吗 如果你会游泳的话 那你就太厉害了 因为很长时间 我都不会游泳 有一个问题是 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当我问你 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其实是想问 你跟谁学会游泳的 你在哪里学会游泳的 那我们先来回答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你跟谁学会游泳的 我跟我妈妈学会游泳的 我跟我爸爸学会游泳的 你看到我跟水学会游泳的 我跟水学会干什么 这个句子非常好用 你可以说 我跟我妈妈学会做饭的 我跟我爸爸学会画画的 我跟我的中文老师学会中文的 我跟我朋友学会打羽毛球的 我跟我朋友学会游泳的 所以当别人问你 你跟谁学会干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回答 我跟谁学会干什么的 第二个问题是 你在哪儿学会游泳的 一般我们会去海边游泳 或者去湖里 或者去河里 又或者去游泳池游泳 有四个词 我提到了海边 去海边游泳 在大海里游泳 第二个 湖 湖就是lake 在湖里游泳 在湖里游泳 第三个 在河里游泳 河 River 我在河里学会游泳的 第四个词 游泳池 游泳池 Swimming pool 我在游泳池学会游泳的 我们试着用这四个词 分别说四个句子 我在海边学会游泳的 我在湖里学会游泳的 我在河里学会游泳的 我在游泳池学会游泳的 现在我们把跟水和在哪里放在同一个句子里 我跟我爸爸在海边学会游泳的 我跟我妈妈在湖里学会游泳的 我跟我朋友在河里学会游泳的 我跟我的游泳教练在游泳池学会游泳的 刚才我和大家提到 很长时间我都不会游泳 其实我不是不会游 而是害怕深水 当你去游泳池的时候 一般有两个池子 一个是潜水区 一个是深水区 潜水区就是水不深的地方 一般有孩子或者不会游泳的人都在潜水区游泳 还有一些人游泳游得非常好 他们一般会去深水区 深水区一般两米多深 有的三米更深 深水区 我呢是很害怕深水 为什么害怕深水 因为当水很深的时候 水下的光线很暗 根本看不清楚 所以当光线很暗的时候 我就会感到害怕 很紧张 一紧张呢 就不会游泳了 其实我不是不会游 而是害怕深水 你害怕深水吗 现在我想教大家一个记词汇的好办法 假设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游泳池游泳 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去游泳池游泳 你需要带什么 第一件你要带的东西是游泳衣 对吗 如果你是女孩子 你需要带游泳衣 游泳衣 这是我的游泳衣 游泳衣 男孩子要带什么呢 男士要带什么呢 游泳裤 游泳裤 像一个裤子 对吗 短裤 游泳裤 这是我儿子的短裤 特别小 特别可爱 游泳裤 我们还需要戴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游泳帽 游泳帽 它像一个帽子 这是一个帽子 游泳帽 游泳帽 好 我戴上了 游泳帽 还需要戴什么呢 你还需要戴游泳眼镜 游泳眼镜 游泳眼镜 还有一种眼镜 叫做潜水镜 潜水镜 游泳眼镜 潜水镜 镜就是眼镜的意思 游泳镜 潜水镜 为什么这个叫潜水镜呢 刚才我给大家解释了 这个动作叫做游泳 游泳 但是如果你去水深的地方 游到水底下的时候 就叫做潜水 潜水 所以你需要潜水眼镜 潜水眼镜 当你游完泳之后 你还需要浴巾 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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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大家试着回忆一下 刚才我们用到了哪些词汇 戴在头上的这个帽子 游泳戴的帽子 叫什么 叫游泳帽 三个字 游泳帽 戴在眼睛上的 戴在眼睛上的这个东西 像眼镜一样 叫做什么 叫做三个字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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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字 穿在身上的 穿在身上的 女孩子穿的 像衣服一样 游泳 衣 三个字 游泳 衣 如果是男孩子呢 男孩子穿的是裤子 对不对 短裤 我们说游 泳 酷 也是三个字 最后一个词 只有两个字 欲 金 欲 金 现在我们增加一点难度 假设现在我们要去海边游泳 你要戴什么呢 海边的太阳非常刺眼 所以我需要戴 对 我需要戴墨镜 所以我需要墨镜 我还需要什么 海边的太阳很大 我还可以戴一点帽子 帽子 海边的太阳很大 会把我的皮肤晒黑 所以我需要防晒霜 我还需要什么 哦 对了 如果去海边游泳的话 海里游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石头 或者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还需要游泳鞋 不是游泳鞋 其实叫潜水鞋 潜水鞋 潜水鞋 专门游泳的时候穿的鞋 潜水鞋 我还需要什么呢 对了 我需要游泳衣 我需要游泳衣 这已经几个东西了 一 二 三 四 五 我还需要潜水镜 潜水镜 还有别的吗 我还需要一条 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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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我们下次再见 hi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在今天的中文课当中 我们将挑战学习六个和分有关的词汇 那我们学习这六个词汇的方法呢 将采用讲故事的方法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你们就学会了 我家有两个孩子 哥哥和弟弟 他们两个经常会吵架 有一天 我看到他们两个吵得很凶 他们两个吵得非常凶 我说你们两个先分开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刚才用到了一个词 这个词是分开 我把哥哥和弟弟分开 所以你看到了 分开的意思是表示不要在一起 不要在一起 分开 一个去这边 一个去那边 分开 分开 可是当你在学习一个词汇的时候 不能只记这一个词 对吗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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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么记 就好像我们学英语的时候 如果你学put这个词 P-U-T put 你就不能记put put 而是put in put on put down 对不对 所以学中文也是一样的 当你学习分开这个词的时候 要想一想 它还有没有其他的词 需要和它一起来使用 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用到 把 把什么和什么分开 我把哥哥和弟弟分开 我把他们分开 好了 我把他们两个分开之后 我就问 为什么 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呢 哥哥告诉我 妈妈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橙子 可是我们有两个人 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对吗 我拿来了一把刀 把橙子切开 我把橙子切成了两半 我把橙子切成了两半 我也可以说 我把橙子分成了两半 分成两半 因为有两个人 所以我要把一个橙子分成两半 如果我们是四个人呢 四个人就要把这个橙子分成四小份 我把橙子分成了四分 我把橙子分成了两半 刚才是两个孩子 所以 我把一半分给了哥哥 一半分给了弟弟 分给 一半给哥哥 一半给弟弟 所以你看到了 分给就是我给他 我给他 从哪给呢 之前的这个橙子 我分给你 我分给你 他们两个一人一半橙子之后 我就说 我们要学会 分享 分享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好东西的时候 不能只有你一个人吃 我们要我们大家一起 分享 所以更像是英语当中的 share 我们大家要分享 在视频的最开始 我说到了 今天要学六个词汇 刚才我们学了几个呢 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学了四个 第一个词 把他们两个分开 分开 一个去这边 一个去这边 分开 不要在一起 第二个词 我说 我要把橙子 分成两半 两个人 分成两半 分给你一半 分给他一半 分给 最后一个 我们大家要分享 这是刚才学到了四个词汇 还有另外两个词汇 一个是分发 可能你走在马路上的时候 经常会收到小广告 对吗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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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广告 他的工作就是分发广告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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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想一想 分给和分发有什么不一样 分给我说了 它有share的意思 是有一个我们大家一起 我们大家一起 我分给你分给你 我们大家一起 有share的意思 但是分发呢 分发是我有很多 而且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 我在干什么 我在分发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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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可以说 我在发广告 我在发广告 好了 那最后一个词呢 跟分有关的 我觉得比较难 这个词叫做分配 分配 比如说我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那我不可能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 对吗 所以我希望 把这么多的工作 分配给我部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分配给我这个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 或者每一个同事 那么我在干什么 我在分配工作 这是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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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分给和分配有什么不一样 分配的意思 我发现它是在分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分给你的工作 你要对这个工作负责任 也是你的责任 我分给你的 你要对此负责任 所以在分配工作 所以工作我们一般说分配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我们下次再见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和动作有关的词汇 所以它是一个动词 action verb 在学习这个动词之前 我们先和大家说一说两个比较常见的动作 请大家看 这个人在做什么 这个人在走路 对吗 走 走就是一个动作 比如我可以问你 你每天怎么去上班 你是开车上班 还是走路上班 你可以回答 我每天走路上班 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两个去公园走 走怎么样 去公园 走一走 走一走 第二个动作呢 是跑 哎呦 今天早上我差点迟到 我跑到了学校 今天早上 我差点迟到 我跑到了学校 跑 跑要比走快 对吗 刚才我们说的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走 走 一个是跑 跑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动作呢 是爬 爬是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还是注意我的手 这是一只什么 这是一只蜘蛛 蜘蛛 Spider 这只蜘蛛在干什么 这只蜘蛛在爬 有一只蜘蛛爬在我身上 啊 有一只蜘蛛爬在我身上 爬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爬呢 一只乌龟在爬 乌龟 Turtle Dotchy 一只乌龟在爬 我们去动物园 看到一只鳄鱼爬了过来 鳄鱼爬了过来 嗯 所以请大家想一想 爬和走 还有跑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嗯 首先我觉得走 是表示人是站起来的 我们用两条腿走路 对不对 我们用两条腿走路 可是爬需要的是 不仅要用前爪 还要用后肢 四条腿在地上爬 所以一般爬是一个动物的动作 一只动物在地上爬 所以是贴着地面的动作 贴着地面的动作 所以很多动物其实是不会走的 因为它不能站起来 它只能贴在地面上爬 它不能 它不能站起来 所以它不能走路 这是走和爬最大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人会不会爬呢 人其实也是会爬的 人会爬 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 他的孩子现在七个月 七个月的小宝宝还不会走路 那他会什么呢 他会爬 他会把身体贴在地上 用胳膊 用胳膊和腿在地上爬 所以我们会说 哎呀太好了 他会爬了 他会爬了 他还不会走路 但是他会爬 好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爬的第一个意思 首先 更多的是贴在地面上 贴在地面上 又要用胳膊 又要用腿 在地上爬 在地上爬 所以很多时候 动物的动作是爬 除了在地上爬 还可以怎么爬 嗯 我还可以爬 树 其实 比如说猴子 猴子 猴子会干嘛 猴子会爬树 猴子会爬树 他要用到 他的腿 还要用到 他的胳膊 这个爬 所以人 也会爬树 对吗 我们也会爬树 你喜欢爬树吗 我不是很喜欢爬树 我觉得有点危险 但是我的孩子 很喜欢爬树 所以你会发现 爬树 其实不是在地上爬了 而是往上爬 爬可以是往上爬 比如说爬树 爬墙 都是往上爬 还有什么爬呢 我们还可以说爬山 其实爬山并不是 四胳膊和腿都贴在地上爬 不是这个意思 爬山的意思是表示 从山底走到山顶 从山底走到山顶 你看如果这是一个山 我从山底走到山顶 但是我不能说走山 我要说爬山 为什么说爬山呢 因为爬山很累呀 因为你爬山的时候 不仅要用到腿 有的时候还会用到手 哎呀 哎呀好累呀 我爬山 爬山 那除了爬山以外 还可以爬什么 我还可以爬楼梯 爬楼梯 爬楼梯 所以你看到了 爬山和爬楼梯 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它们都是从底 从底下一直爬到高处 从底下爬到高处 而且一说到爬山 爬 爬楼梯 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 是一个比较累的事情 你喜欢爬楼梯呢 你喜欢坐电梯 还是爬楼梯 很多人都不喜欢爬楼梯 因为爬楼梯很累 它们更喜欢坐电梯 坐电梯 可不可以说走楼梯 可以说走楼梯 你想坐电梯 还是走楼梯 哦 我走楼梯 可是当我走着走着 我走不动的时候 我就会说 哎 我真的不喜欢爬楼梯 爬楼梯 就是表示 你走得越来越慢 然后你需要扶着 一边扶着一边走 爬楼梯 我来帮大家再来梳理一遍 今天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爬 是动爬 而是贴在地上爬 贴在地上爬 那人也会爬 比如说小宝宝会爬 也会贴在地面上爬 也可以往上爬 爬树 爬墙 爬墙 爬树爬墙 那还可以怎么样呢 还可以是从低往高爬 爬山 爬楼梯 爬升 爬楼梯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我们下次再见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的中文课 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 关于生活当中最常用的分数 fraction和百分比 percentage 可能你会有点紧张 难道这是一堂中文的数学课吗 其实数学在生活当中 非常的常用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在法国去肉店买肉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比如我去肉店买肉 那肉店的工作人员 给我说 这么大的肉可以吗 我是太多了 再少一点好吗 他给我比了这么多 可以吗 还是太多了 再少一点好吗 他又比了 他说这么多可以吗 我说再多一点好吗 他又多了一点 所以我们要反反复复的 这个沟通很多次 才能最终确定 我想要的那个肉 到底有多大 其实在我们的对话当中 缺少了一个用于表达 精确表达部分的 这么一个词汇 那在中文当中 我们应该用哪些词呢 其实在买肉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用到分支 比如还是这么大一块肉 我从中间切开 这块肉被我切成了两份 对吗 一份 两份 我要这两份当中的一份 也就是它的一半 那我可以说我要二分之一 我再说一遍 一份 两份 一共有两份 二分之一 支是什么意思 支就是的的意思 也就是两份中的一份 二分之一 不就是一半吗 那如果三分之一呢 三分之一就是还是这块肉 我切两刀 一二 变成了三份 一份 两份 三份 我要三份中的一份 或者我也可以说 我要三份中的两份 一份 两份 三份中的两份 那还有比较常用的是 四份之一 还是这么大一块肉 切多少刀呢 一二三 我切三刀 把它切成了四份 对吗 那我要四份中的一份 四份之一 四份中的两份 四份之二 其实就是二分之一 对吗 或者我说我要四分中的三份 四份之三 好了 这是我刚才说到的关于分数 分数的一个表达 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们还会用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数学的表达是 百分比 有的时候也会叫百分率 其实就是percentage的意思 百分比 那假设还是这块肉 我把它分成了一百份 我狂切 把它分成了一百份 我现在有一百份 我只要一百分钟的一份 怎么表达呢 它就是百分之一 可是我去买肉的时候 不可能说我要百分之一 这个肉店的工作人员 不可能把它切成一百份 给我其中一份 对吗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百分比呢 比如说最近 由于疫情的爆发 很多人的工作受到的影响 甚至失去了工作 那一百个人当中 如果有五个人失去了工作 那就是百分之五 对吗 一百当中的五个人 百分之五 那我们可以说 这个地方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五 5% 百分之五 还有一个和疫情相关的 大家经常说的是死亡率 那比如说有一百个人生病了 有一百个人生病了 其中有95个人都康复了 都回家了 但是有其中的五个人 非常的不幸 因为冠状病毒失去了生命 那么这百分之五 我们称为死亡率 有的时候也会叫做病死率 因为是因为生病 所以死亡的 所以叫病死率 或者说死亡率 还有什么日常的现象 我们会用到这个率呢 比如说升学率 升学率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 你当然希望把他送进一个好的学校 那好的学校什么样叫好呢 其中一个数据 学校会给到你的是 我们学校的升学率很高 比如从小学升到初中 从初中升到高中 从高中升到大学 这个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 这个就叫做升学 那一百个人当中 如果有95个人都成功的升学了 都成功的升到了更高的年级的话 更高的这个更高级的教育的话 那么就称为升学率 比如一个学校的升学率 如果是95% 那很高啊 很不错 一百个人当中 只有五个人没有升学成功 那如果这个学校的升学率 是百分之三十呢 这个学校恐怕就最好别去了 一百个人当中 只有三十个人 去了更高的年级 那其中有七十个人 已经离开了学校 没有继续完成学习 这就是升学率 好了 那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中文课 已经学会了 如何表达部分 精确地表达一个部分 不再说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或者再小一点 再小一点 而是可以说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还有就是表达 就业率和失业率的时候 大家可以使用百分比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不要忘了 知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得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嗨 大家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这里见面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关于怎么用中文说 电话号码跟数字有关的 那么请大家找到一支笔 一张纸 我说 那大家来试着写一个电话号码 如果你需要时间的话 可以按暂停 好了 现在你找到了你的笔 找到纸 我来说 你来写 我的电话号码是 06 798310 好 这是我刚才说的电话号码 我相信大家已经写下来了 当我在读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我在法国的手机号码 这不是真的 一个例子 这是法国的电话号码 可是在法语当中 我们读电话号码的时候 不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读 而是用06 这和中文是一样的 06 79的时候 法语就读成了 69 他读成了79 中文是79 两个数字 83 83 83 法语是 83 它是两位数 最后法语是10 中文是10 所以我发现 如果你的母语是法语的话 你在学习怎么用中文 说电话号码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中文其实比较简单 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的读 0 6 7 9 83 10 是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的读 而且是一位数 一位数的读 不能读成两位数 两位数就是79 83 10 这个就是两位数 已经有DZM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条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会问到我 为什么中国人说数字 尤其是电话号码的时候 要说10 而不说10 10多简单啊 为什么要说10呢 这里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中国的小孩子也问过 我得到了一个答案 我觉得非常好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 当人们看不到你的时候 打电话 你听我说 10 70 你能分清我刚才说的是1还是7吗 1 7 这只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很多数字呢 131 737 731 你是不是发现非常难判断 尤其是如果这个电话的手机信号不好的话 你几乎分不清楚 那人们经常会问 你说的是1啊 还是7啊 给大家造成了很多的困难 那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那就是 如果我们看到10或者是1的时候 不读1 读1 1 1 1就是1 1就是1 那你读10 别人就明白了 不是70 是10 好 那我们给大家几个例子 在中国急救电话是120 120 120 不能读成120 120 那警察的这个电话呢 警察的电话是什么 警察的急救电话是 怎么读 110 对 110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火警电话 我写在屏幕上了 是119 不能读成119 对 因为你一说1 大家以为是7 说119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在中国生活的小伙伴们 经常用到的急救电话 那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的手机号都是以 131 130 135 139开头的 那你看到了 我刚才在读的时候 都是用1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都没有用1 而是用1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希望大家已经学会了 怎么用中文来说电话号码 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 怎么向一个人表达感谢 除了说谢谢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方式吗 当我们学习怎么表达谢谢的时候 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 第一 第一 你在对谁说话 你的朋友 你的老师 同事 还是老板 或者陌生人 第二 你为什么 对他说谢谢 你们对话的情景是什么 第三 中国人表达谢谢 常用的词汇 和句型 有哪些呢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说到的最常见的三种谢谢是 谢谢 多谢 和非常感谢 我们来对比一下谢谢和非常感谢 哪一个表达的感谢更多呢 当然是非常感谢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帮了你一个小忙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多谢 当一个人对你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而且帮了你很多 我们可以说非常感谢 麻烦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麻烦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多谢 刚才那个人帮我开了门 所以我说多谢 或者谢谢 我的孩子不久前生病了 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这个医生非常的出色 非常的专业 他治好了我的孩子 所以我会说非常感谢 我会说非常感谢 而不是多谢 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 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短信 他们在短信上写着 但好久不和你联系了 你和家人都好吗 你和家人都好吗 如果你是我的话 你会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另外想提醒大家的是 请用你的母语想一想 在你的母语中 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非常的感动 收到这样的短信 我和家人其实一切都好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就回复他 还是老样子 我和家人一切都好 谢谢你的关心 关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该怎么用呢 当我们在学习一个词汇的时候 或者学习一个表达的时候 要首先搞明白 这个词它是名词 还是动词 它的词性是什么 动词是什么意思 动词就是动作 比如吃 比如喝 比如唱 这些都是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就可以称为动词 名词 名词比如苹果 比如鲜花 这些或者汽车 这些就是名词 那其实我刚才说的动词和名词 就是verb and noun 那关心这个词 它既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谢谢你的关心 在这里 关心其实是一个名词 就好像 谢谢你的礼物 谢谢你的鲜花 谢谢你的关心 当关心这个词 做动词的时候 表达动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我的家人很关心我 我的妈妈经常打电话问我 你在法国的生活还好吗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你的工作顺利吗 法国的天气怎么样 冷不冷 热不热 它很关心我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的朋友很关心我 我的家人很关心我 所以现在你知道 谢谢你的关心 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知道在英语当中 我们经常会说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Thanks for asking 所以谢谢你的关心 更像是这两句话 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我们可以说谢谢 也可以说谢谢你的什么 比如说谢谢你的礼物 谢谢你的关心 谢谢你的回答 谢谢你的关注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 谢谢的后面 加一个很长的句子 一个句子就是 SVO Subject Verb Object 谢谢你 谢谢你 写信给我 谢谢你 谢谢你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你 打电话给我 谢谢你 转发我的视频 谢谢你 教我中文 谢谢你 让我知道了这么多 大家要明白的是 怎么从一个短的句子 谢谢 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 谢谢你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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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会对朋友说 谢谢你的关心 可是对家人该如何表达感谢呢 也许我们可以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 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 谢谢你给我的爱 嗨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频道的支持 今天我要送出两节免费的一对一中文课 获得这两节免费中文课的朋友是 美美 还有莫赫莫德 虽然这次你可能没有得到我们的免费课程 没有关系 因为每个月我们都会邀请两位朋友 进入到我们的中文课程当中 而且是免费的 那怎么找到我们呢 请大家在Google搜索引擎当中输入 freetolearn.online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天气 现在正值法国的六月 很快就要进入到夏天了 可是昨天法国居然下起了冰雹 冰雹是个什么天气呢 大家可能学过下雨 你也学习过下雪 可是如果天上开始下冰块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下冰雹 下冰雹 下冰雹 昨天不仅下冰雹 而且还打雷闪电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头顶上正在打雷 还有闪电 打雷这个词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有一些学生就问我 老师为什么说打雷呢 我们不是说打电话 打篮球 打篮球 或者打乒乓球 或者打网球 我不会打网球 但是我会打羽毛球 所以球类的我们可以说打 那还有一种打呢 比较暴力 比如说打人 打人 但是这里的打 打雷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其实在中国的古代 人们相信 打雷这种现象呢 是因为天上有一个雷神 雷神 雷神它就是一种神 它有点像古希腊的宙斯 宙斯有什么本事 宙斯可以 可以向人间放雷 还可以向人间放电 所以雷和电 都是被宙斯管着 但是说回来 中国的这个神话 中国的古代 人们相信雷 其实是由雷神控制的 这个雷神就长这个样子 那它喜欢做什么呢 它喜欢在天上打鼓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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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喜欢打鼓 它一打鼓 人间就开始有雷 有雷 那因为是打鼓 所以就有了打雷 打雷 现在你明白 打雷的打 到底是怎么来的吗 现在我们来解释雷这个字 雷这个字分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是一个雨 下雨的雨 雷的下半部分这个字读作田 田就是田地的田 什么叫田地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绿色的区域 这里面种着salad 种着菜 还种着胡萝卜 各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这个地方就是田地 田地翻语成英语 叫做the field 或者是法语 我们一般说le champ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打雷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那打雷的时候 假如你站在这个田地上 你看到头顶上的乌云越来越重 而且开始下雨 你知道雷与天气很快就要来了 所以雷上半部分是一个雨 下半部分是一个田 可能你会问 老师你刚才解释了雷 那电呢 闪电呢 现在我向大家解释 闪电这两个字分别是什么意思 闪这个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门加上人就是闪 闪电的闪 我画了一个门 门的外面有一个人走了过去 我们可以想象 你刚把门打开 就发现有一个人快速地闪了过去 那个人实在是太快了 你根本没看清他是谁 所以闪的意思是表示快速移动 比如闪电 闪电就很快 接下来我们要写的字是电 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电视机 这个电视还需要一根电线 现在我把电线涂成了红色 所以这里的树弯钩 可以想象成一个电视的电线 OK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买衣服 不好意思 请问这件衣服有红色的吗 当你想没一件衣服 可是你不太喜欢这件衣服的颜色 你可以说 请问这件衣服有红色的吗 请问这件衣服有蓝色的吗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不同的颜色 红色 黑色 灰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棕色 当你想问别人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说 你好 也可以说 不好意思 然后再问 请问这件衣服有红色的吗 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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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请问这件毛衣有白色的吗 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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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这件T恤 有 黑色的吗 裤子 裤子 不好意思 请问这条裤子有黑色的吗 你好 请问这件衣服有蓝色的吗 有的 请您稍等 我去拿 我找到了 给您 太好了 谢谢 你好 请问这条裤子有黑色的吗 请稍等 我去帮您找一找 不好意思 黑色已经卖完了 红色的您喜欢吗 哦 卖完了 嗯 不用了 谢谢 有的时候 你想买一件衣服 可是发现 这件衣服 太大了 太大了 现在 让我们来说一说 衣服的尺码 尺码的意思就是size 一般我们有三个常见的尺码 S M L S码也称为小码 所以码的意思其实就是尺码size 所以 所以 S码 小码 M码 我们一般说中码 L码 你可以说大码 大码 但是卖衣服的人 因为他们经常接触尺码 所以你也会听到 S码 M码 L码 称衣 称衣 你好 请问 您穿什么尺码的裤子 您穿什么尺码的裤子 比如 我在法国买的裤子 一般是34 UK 英国的尺寸是6 但是在中国的话 我有可能要穿 小码的裤子 小码 S码的裤子 所以你要告诉 你要根据中国的尺码 告诉导购 我穿小码的 或者我穿中码的 我穿大码的 接下来 让我们来说一说 衣服的 大 小 和 胖 瘦 胖瘦 你看 我这里有 两件T恤 两件T恤 这件T恤我穿 太大了 太大了 这是 什么尺码的 这是L码的 是大码的 太大了 这件T恤我穿 太小了 太小了 这件T恤是什么码的 这件T恤是 XS码的 加小码的 是加小码的 就是特别小 比S还要小的 码 是XS码 加小码 我穿 太小了 不行 我们再来说一说 衣服的胖瘦 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 刚刚好 正合适 刚刚好 正合适 非常好 刚刚好 如果你的衣服穿上之后 是这样的 这件衣服太紧了 这件衣服太紧了 太紧了 你看 太紧了 也可以说太瘦了 太紧了 太瘦了 如果我穿上这件衣服 发现衣服是这样的 我可以说 这件衣服太松了 这件衣服太胖了 太胖了 太松了 当我们买裤子的时候 一定要穿到身上 试一试才知道 合不合适 我们要试一试 所以试衣服的这个房间 叫做试衣间 我们来试着问一问 你好 请问 试衣间在哪里 不好意思 请问 试衣间在哪里 导购 也就是这个商店的服务员 我们现在一般称为导购 他会给你说 请您直走 在您的右手边 在您的右手边 直走 在您的右手边 请您直走 在您的左手边 在您的左手边 或者他也会说 我带您去吧 我带您去吧 也就是我带你去的意思 因为您是一种尊称 我们一般称呼 年龄比自己大的人 您 也称呼顾客 您 我带您去吧 不好意思 请问试衣间在哪 在这边 我带您去 谢谢 不客气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 怎么用中文在餐馆点餐 首先 我们来对比一下 法国餐厅的点餐习惯 和中国餐厅的点餐习惯 有什么不同 当我们走进法国餐馆 就座后 一般很少主动叫服务员 我们很少这么做 我们一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等服务员走过来 但是在中国的餐馆 我们可以主动叫服务员 服务员 好的 我这就过来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家中国餐厅 我们走进了这家中国餐厅 可是发现桌子上没有菜单 所以你可以这么做 服务员 请给我一份菜单 谢谢 拿到了菜单 我们开始点菜 可是 有些字你不认识 你不知道这个菜的名字怎么念 没关系 如果你的菜单上有图片 你可以指着图片 对服务员说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我再说一遍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在餐厅点餐 你好 请问你想点点什么 你好 我想点一份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谢谢 在中餐厅点餐的第二个小常识是 中餐的菜单和西餐的菜单不一样 所以 点餐的顺序也不一样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 西餐的菜单和中餐的菜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在西餐厅 我们一般先点前菜 再点主菜或者沙拉 接下来 接下来 点酒水和饮料 最后 点甜品和咖啡 但是 在中餐厅 我们一般先点热菜和凉菜 然后再点主食 比如 米饭 面条 或者饺子 如果你喜欢汤 你还可以点一份汤 最后 采点饮料和酒水 有的餐厅有甜品 比如冰淇淋 但是绝大多数餐厅 一般没有甜品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问一道菜呢 如果这个菜单上没有图片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首先问 请问这个菜是热菜还是凉菜 热菜还是凉菜 或者你可以问 请问这个菜辣吗 请问这个菜辣吗 如果你不吃肉的话 你可以问服务员 你好 我不吃肉 请问您这里有素菜吗 素菜的意思就是没有肉的菜 素菜 如果你不吃某种肉 比如你不吃猪肉 你可以告诉服务员 服务员 我不吃猪肉 请问这个菜是什么肉 他会告诉你 这是鸡肉 或者牛肉 羊肉 再比如 你不吃花生 你吃花生过敏 你可以说 请问这个菜里有花生吗 我不能吃花生 我吃花生会过敏 当你在餐厅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向服务员来要 服务员 请给我一双筷子 服务员 请给我一个杯子 谢谢 服务员 请给我一个盘子 服务员 请给我一个碗 服务员 请给我一瓶水 服务员 请给我一包纸巾 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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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条 面条 蒸饺 蒸饺 汤 汤 热菜 热菜 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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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牛肉 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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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鸡肉 猪肉 或者大肉 猪肉 大肉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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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鸢酒 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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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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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辣椒 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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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怎么用中文打电话预订机票 在我们学习怎么用中文预订机票之前 我们首先要学习一个词汇 这个词就是预订预订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用 这个词非常的常用 你可以预订一张机票也可以预订一张火车票 你还可以在餐厅预订一张桌子 比如你想预订一个十个人的桌子 而且这个桌子要靠着窗户的位置 你还可以预订一个酒店的房间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怎么用中文打电话预订机票 我们先用预订这个词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想 我想预订 我想预订什么 我想预订机票 喂 你好 我想预订机票 这是最简单的例子 这是你要学习的第一句话 那么接电话的人就会问你 你想预订几张机票呢 我想预订一张机票 或者我想预订两张机票 不能说二张 我想预订两张机票 我想预订三张机票 我想预订四张机票 那接下来可能接电话的人又要问了 请问您是从哪里飞到哪里呢 从哪里飞到哪里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是从北京飞到上海 中国的北京首都飞到上海 那么你就可以给他说 你好 我想预订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喂 你好 我想预订机票 你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喂 你好 我想预订一张机票 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喂 你好 我想预订一张从北京到上海的机票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 你是想预订单程机票呢 还是往返机票 你看到了 单程机票的意思 是从北京飞往上海 是只有一个方向 从北京飞往上海 只飞一次 你只飞一次 而且是一张机票 这个是单程机票 单程机票 可是如果你是从北京飞往上海 再从上海飞回北京呢 我们要说往返机票 往就是去的意思 返就是回来 所以往返机票 指的是有去的机票 还有回来的机票 就叫做往返机票 你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喂 你好 我想预订 从北京到上海的往返机票 您刚才说是往返机票 对吗 对 是往返 不是单程 往返 请问您想几号 从北京出发 几号从上海返回呢 我想3月1号 从北京出发 3月4号 从上海返回 请问您想预订几张机票呢 我是两个人 一个大人 一个小孩 对 一张成人票 一张儿童票 请问您想预订几点的航班 请问有早上的机票吗 你想要早上的航班对吗 请问最早的航班是几点呢 目前最早的航班是早上7点钟 哦 早上7点钟 请问有早上8点半的吗 早上8点半有航班 但是价格可能会比较贵 哦 但是票价比较贵是吧 好的 那比较便宜的早上的是几点钟呢 目前早上票价比较低的是 早上7点和7点15分 这两个航班 7点钟有一班对吗 是的 7点钟有一班 好的 那么我想预定早上7点这班 从北京到上海的往返票 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请问您是用银行卡支付 还是微信支付 我用微信支付 您的机票已成功预定 很快您就会收到我们的短信确认 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您 好 再见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做 我做 你看 我说 你听 让我们开始 脖子 脖子 我的脖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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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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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喉咙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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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疼 头 头 头 我的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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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背 我的背疼 我的背疼 腰疼 腰 腰 我的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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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脖子有一点疼 有点疼 我的脖子有点疼 喉咙 喉咙 有一点疼 我的喉咙有点疼 我的喉咙有点疼 头疼 我的头有点疼 我的头有点疼 背疼 我的背有点疼 我的背有点疼 腰疼 我的腰有点疼 我的腰有点疼 脖子疼 疼得很厉害 我的脖子疼得很厉害 我的脖子疼得很厉害 喉咙疼 疼得很厉害 我的喉咙疼得很厉害 我的喉咙疼得很厉害 我的脖子疼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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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腰疼得很厉害 我的腰疼得很厉害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我最近总是觉得脖子很僵硬 你腰疼吗 嗯 腰也有点疼 我怀疑我可能是坐在电脑前太长时间了 你知道我这个工作 一坐就是一天 你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 现在工作这么忙 哪有时间去医院呢 我怀疑可能是我坐的姿势也不对 总是拖着背夹着肩膀 时间长了 不疼才怪呢 你可以试试按摩 再不行试试游泳或者瑜伽 这些都可以缓解背疼 如果实在不行 你可以在药店买点止疼药吃 呃 我最讨厌吃药了 星期六咱们一起去跑步怎么样 又不花钱又不用吃药的 行啊 没问题 星期六早上十点 我在你家楼下等你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 手机 你看 我的手机怎么了 我的手机坏了 我的手机坏了 哪里坏了 我的手机屏幕 屏幕坏了 这里就是屏幕 屏幕 屏幕坏了 还有 我的手机 没电了 没电了 我需要充电器 这是一个手机的充电器 我的手机没电了 没电了 我需要用手机充电器 我的手机坏了 我的充电器坏了 充电器坏了 我的耳机坏了 我的耳机坏了 我在用手机做什么 我在用手机自拍 自拍 我在用手机自拍 我现在在用手机做什么 我在用手机摄像 我在用手机摄像 喂 啊 你好 你好 是的 我在用手机做什么 我在用手机打电话 我在用手机打电话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说什么 我 我听不清楚 你好 我听不清楚 我听不清楚 他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他说什么 这里有没有WiFi 没有WiFi 这里没有WiFi 这里没有WiFi 这里的信号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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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汇是 无聊 无聊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我这里有一本书 这是一本什么书 这是一本 英语语法书 语法 我现在看这本书 你看到了 我不喜欢这本书 所以我可以说 这本书真没意思 这本书很无聊 所以无聊是什么意思呢 无聊的意思就是 我不喜欢 可能是我看不懂 或者是很没意思 所以我可以说 很无聊 如果你不喜欢 学英语语法的话 你可能就会说 这本书很无聊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这是一本中文和法语的词典 如果你不喜欢查词典 你可能就会说 这本书很无聊 这是什么书呢 这是一本哲学书 如果你不喜欢学哲学的话 你可能也会说 这本书很无聊 学哲学很无聊 我这里还有一本书 它是法国的历史 如果你不喜欢学历史的话 可能你也会说 这本书太无聊了 这本书真无聊 那是因为 你不喜欢学历史 或者你觉得没意思 除了说书无聊以外 你还可以说 电影很无聊 其实这部电影 我还没有看 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如果你不喜欢一部电影 比如这部电影很长 你看不懂 或者它的故事很没意思 太简单了 你可能会说 哇 这个电影很无聊 这个电影很无聊 刚才我们说了书和电影 可以很无聊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很无聊呢 比如你不喜欢你的数学课 你不喜欢学数学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 我觉得数学课很无聊 数学课太无聊了 如果你不喜欢学英语 可能你也会说 哎呀 我们的英语课太无聊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喜欢学英语呢 是因为你的英语老师太无聊了呢 还是英语太无聊了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中文课 你也可以说 啊 中文课太无聊了 刚才我们说了书很无聊 上课很无聊 还有电影可以很无聊 你看我现在每天待在家里 吃饭睡觉看电视玩手机 我的手机呢 我的手机在这里 我每天都在玩手机 那么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我不能去超市 我也不能去电影院 我也不能去见朋友 我也不能去散步 我当然不能去旅游 所以我可以说 哎 在家呆着 真是太无聊了 在家呆着 真是太无聊了 你现在无聊吗 请大家在留言区留言给我 这样我可以帮你们修改句子的错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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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